我们仍要认清自己 前提是要认清更广阔的东西 而更广阔的东西 最有力量的一个承载者 就是经过时间的洗礼 留下来的这些经典 如果我们没有一种 哲学思维的训练 那经典对我们来说 很多时候是死的 这个哲学怎么强调 都不过分 逐段逐句的 给大家做一个解读 那我们今天进入海德格尔 也是20世纪一个 非常伟大的一个哲学家 那我们先来看他的生平 海德格尔是出生在 德国西南部的 黑森林地区的一个小镇 所以有些人也形容他一辈子 就是都没走出黑森林 说他也就像一个农民的侍远 那么在他的教育的早期 他学习天主教的神学 准备加入神职 但是当他到 弗莱堡大学学习的时候 海德格尔越来越 对哲学感兴趣 那后来又在 弗莱堡大学教书的 胡塞尔的影响之下 他成为了胡塞尔的助手 他的关注点的改变得到了强化 在获得博士学位以后 海德格尔作为胡塞尔的助手 工作了五年 1923年 他去马堡大学 填补一个哲学的教习 1927年 他写出了一部非常有影响的著作 叫《事与时》 其实也就是存在与时间 他把这本书 提现给胡塞尔 其实是悉情假意 因为最后来他私下 给亚斯贝尔斯写信 透露说 你要说我的存在与时间的 最大的敌人是谁 其实就是胡塞尔 他对胡塞尔的现象学很不满意 那么其实胡塞尔对他很好了 在胡塞尔推荐之下 1929年 海德格尔被当选为 福内保大学的周学教授 讲习的这部一个继位者 实际上继承的就是退休的胡塞尔 那么当希特德在1933年上台以后 海德格尔参加了纳粹党 加入纳粹党 然后海德格尔后面不久 又被任命为福内保大学的校长 但是他在1934年初就辞职了这个职务 差不多大半年的时间 虽然海德格尔做了很多支持纳粹运动的声明 但是学者们一直在争论 他热情地支持纳粹的意识形态 到底有多长的时间 然后中毒到什么程度 而且他的哲学观念 是否与他的政治观点是相分离的 以及他的哲学观念 能否自然地引入他的政治立场 这确实是充满分歧的一个事情 那么在战后 海德格尔从来没有完成 他许诺的存在与时间的第二卷 相反他的思想又发生了改变 他发表了很多比较短的著作 其中尤其重要的是他转向了这个诗歌 把诗歌的语言作为一种 被我们日常言说和接近世界的方式 所遮蔽的东西 通过这种诗歌的语言 把这些遮蔽的东西 才能够给他揭示出来 虽然海德格尔接到婚 有三个孩子 但是他天性喜欢饮顿 就做一个学者的孤独 他把他的晚年用于在黑森林当中的 一个山里面 安静的居住和沉思 只是偶尔出来做一些公开的讲座 1976年他去世 当然活得是很长了 是吧 活到87岁 我们来看海德格尔的任务 就是理解识或者存在 是什么 因为这个英语 这个识和存在叫being 确实在汉语里面 是我们很难去对他进行一种翻译的 海德格尔承认了他受惠于胡塞尔 他的存在于时间的匪业写道 把这本书献给他的老师 以示友谊和敬意 可是这本书 与胡塞尔的哲学有巨大的分歧 这个差异 是由胡塞尔所认为的 一切精益当中 最精益的是纯粹的 自我和纯粹的意识 这个事实显现出来的 那么对比一下 海德格尔却说 他说人不同于所有的存在物 经验者精益之中的精益 存在着 存在着的事物 就是当胡塞尔 也就是说当胡塞尔 想给世界加上一个括号 以便专注于这个意识的时候 海德格尔呢 他却说人是在世的存在 并没有所谓的纯粹的意识 结果呢 他转而是对世界感到惊奇 就是这个 他是对世界感到惊奇 不是对自我的意识感到惊奇的 那么海德格尔对他的老师的背离 以及他的新的进度 导致的轰动就标志着存在主义 作为一个特定的哲学运动的开单 那么不同于胡塞尔 海德格尔致力于的是本体论 胡塞尔偏向于这个认识论 是吧 那么就是关于存在的科学 这是海德格尔要去 就一直在思考 关于存在的意义的问题 那么我们要理解这一点呢 就必须认识到 海德格尔是在存在者和存在之间 做出了一个区分 是吧 存在者是特殊的对象 而存在本身呢 是一切实在中所展现的东西 他对这两者做到区别 那么作为存在者的例子 我们可以说 一只狗是一个存在者 而当想自杀的哈姆雷特说 to be or not to be 存在还是不存在 这是个问题的时候 那么其实呢 哈姆雷特就是 试图在存在和不存在之间 做出一个决定 是吧 那么我们呢 生活在一个这个多事物的世界上 就是这个世界是有很多的存在者的 人啊 树啊 车 螺卜 星星 小动物等等 这个名单呢 可以无穷无尽的延伸下去 而这些特殊的具体的存在者呢 他们既产生又消灭 因为这个理由啊 海德格尔就否认 把存在等同于上帝 他相信传统的神学的上帝 只是被当作存在者当中的最高者 而他借助引力说 他说所有的存在呢 是照亮其他一切事物的这个光 我们可以在这个经验当中 瞥见什么是存在 也就是当我们为如下的问题 引发争议的惊奇的时候 比如说 为什么毕竟是有东西存在 而不是没有东西存在 没有任何东西 这其实有点类似于八门尼的质问 为什么存在者存在 而不存在者不存在 那么这个问题的广泛吸引力 就表现在下面这一个事实 也就是来不离此这样的 专业哲学家 以及四岁的孩子都问过的问题 就是对存在感到惊异 就是意识到存在的这个在场 但是呢 我们逐渐的失去了这样的一种惊奇感 我们返回到了对日常生活的一种沉沦 或者迷恋当中 我们就被包裹在我们周遭的对象和事物当中 这就是对存在的这种 海德格尔说的叫存在的遗忘 这是虚无主义的根源 海德格尔认为 我们要回到前苏格拉几时代 早期的希腊人知道 如何对存在感到惊奇 可是呢 随着希腊的科学和哲学的兴趣 相当于科学和哲学反而周避到存在 所以他们就迅速把事物和他们周围的背景分割开来 那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呢 这个其实你说海德格尔 他真的是偏离了胡塞尔的现象学吗 也不是 是吧 胡塞尔的现象学也是致力于说 把周避我们的这一些阻碍扭曲现象的东西 要给他加口号 要给他选择起来 是吧 那么海德格尔同样也是这样认为的 是吧 就希腊这些科学的兴趣 我们的理性 就分析任何存在者和存在 我们都喜欢用底性的这种镜子 这就产生了很多的奇妙和物识的结果 但是呢 整个西方的思想都遗忘了存在本身 因此呢 海德格尔的任务啊 就是解构 整个西方形而上学的历史 恢复一种响应 存在本身的一个号召 我们再来看海德格尔的激进的现象学的观念 追随他的老师 海德格尔就用现象学的方法 开展了他的这个计划 因此呢 我们在海德格尔的著作当中 很少发现是严格的哲学论证式的东西 相反 他试图把我们的注意力 引向我们经验的特征 也就是去揭示 我们错过的 被遮蔽的 或者被忽视的 那些东西 他唯一说服我们的方法 就是触发我们的心中的一种 敞开的一种经验 使得他的证明 叫做不证字明 那么很显然海德格尔的方法 我们也可以给他拿来以后期的维特根斯坦的方法进行比较 海德格尔说 哲学的工作就是收集纪念品 并且哲学家只是把一切摆在我们面前 既不解释 也不推远任何东西 这个是维特根斯坦所说的 我们可以作为一种比照 是吧 那么像胡萨尔一样 海德格尔把现象学描述为 关于现象的科学 可是海德格尔他不同意胡萨尔的企图 就是胡萨尔想给世界家扩号 并且到一层层的剥离经验 直到留给我们纯粹意识的直观 那么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 海德格尔主张存在是不能被加括号或者被怀疑的 而是只能被遗忘 因为它存在是根本的现象 其他一切包括我们自己的存在 都以之为根据 并且由此获得他们的意义 海德格尔对于胡萨尔的方法的修改如此之大 以至于把现象学运动一分为二 现在我们就有必要区别 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和胡萨尔的存在性 胡萨尔的现象学和海德格尔的存在性的现象学 因为海德格尔的现象学产生了二十世纪的存在主义 那么海德格尔把我们的生存看作是存在的窗口 研究存在的难题并不在于资料的匮乏 而在于资料太充分了汪洋大海 我们遭遇的每个事物其实都是存在的展现 那么如果我们想要研究存在本身 我们要从哪里着手呢 海德格尔的回答说 我们挑出一个存在的特殊的一种场线 敞开线前 就是这个特殊的一个存在者 最能够最好的说明什么是存在 因此他就提出 要我们就不如研究人类自己的存在 来开始这样的本体论的探索 为了让他的哲学语过去 对于关于这个人的主题的研究脱钩 海德格尔就使用了达任这样一个术语 来代表这个存在者 那么达任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德语词 它的字面意思是在这里 其实在康德黑格尔等等的用过 大部分把这个词翻译成叫做实存 是吧 但是海德格尔用这个词专门指 就是人 就是达任 其实我们中文给它翻译成叫做死在 是吧 人是这个死在的动物 那么在我们这个总是处于世界之中 以及与世界有某种方式来相联系的意义上 人类就被刻画为达任 不同于其他的东西 而且不同于过去对人类的本性 本质的讨论 这个达任特殊的存在者 他不能用一系列固定的属性来定义 相反 达任它标志着我们每个人都是一系列的这种可能性 并且我们要负责选择我们将成为什么 因为这个理由海德格尔说 对象是是 是吧 而只有人是生存 就是只有人 因为人的生存 作为一个达任 此在的生存 它就是理解存在的一种存在 那我们生存的什么方式 使得它对于研究存在 具有一种优先性呢 那我们的独特性 在于我们是世界上唯一一种 能够提出去存在是什么意思的东西 所以哈姆内特才说 存在还是去存在 还是去不存在 这是一个问题 只有人才能提出来 因此海德格尔说 达任并不是各种对象当中的一个 而是邻间的空地 没有达任 存在就是一座密不透的森林 相当于人在身上 存在在人的身上 才能闪闪风光 发光 就光才能照到这个 这个空地上 所以空地是光能够流入的这个空隙 因此 达任代表了存在的领地 但在这里呢 存在得到了最全面的揭示 虽然海德格尔给了人类生存 以观察入微的分析 但需要理解 这并不是他的中心目标 他始终希望 对 是我们所视的那种 视者 也就是存在者 意味着什么的分析 将会开启了解更大问题的 这个窗口 对于达任的分析 他说是为了尚未解决的 基本的本体论的问题 而铺路的 也就是对 为了解决 存在的意义问题 而铺路的 那么海德格尔呢 他就把这个人类 生存的先天的基本特性 就称为他的生存的结构 也就是生存论的规定 既然海德格尔正在试图 把我们的注意的影像 已经被遗忘的东西 那么我们的寻常的语言 就是不充分的 因此呢 他不得不构造一些特殊的词汇 来讨论不寻常的东西 他谈论的层次有两个 第一个是事态层次 就存在着状态的层次 它指的是 这个日常生活中 特殊的普通的事实 比如说去年 我开始更多的关心环境 这就是一种事态的一种事实 然而本体论的层次呢 它是指人类生存的基本结构 它为频繁的事态的事实 在其中的出现 提供了一种框架 是吧 这就是本体的层次 因此当海德格尔谈论到操心 焦虑 就是操劳操持 累疚死亡 这样的事实的时候 他并不是在谈论 普通意义上的这种事态的世界 而是在本体论上进行这个谈论 例如海德格尔 他并不把操心 说成是一个特殊个体的特殊态度 相反 它是与我们的生存 形成了一种基本的关系 其实就是一个操劳 是吧 海德格尔的大任的分析 开始于人类生存的最一般的层次 就是日常经验的这个领域 这就是我们 所有人在任何哲学思辨之前 就生活在其中的世界 然而即使在这个层次上 我们也会隐含的理解 什么是存在 然后呢 怎么去呢 理解呢 就是要经过海德格尔的一种 全世学的方法的一种展开 这一理解 所以说存 此在是理解存在的存在 那么他的理解就不是论证 不是推理的 存在不是推理出来的 但是我们是理解出来的 就是我们能够从朴素的 沉浸于世界 然后呢 走向对于什么是 一切事物的根据和意义的 这个全面的本体论的领会 在这样做的时候 海德格尔引入了一套 复杂的刻画我们生存模式的 相互联系的生存论的规定 那么对于我们的目的而言 我们需要讨论的生存论规定是 在世界中存在 就是在世存在 然后操劳 然后现实性 然后是先行的存在和沉沦 这几个海德格尔的哲学当中的 这个独特的术语 我们先来看 在世界中存在 海德格尔激烈地 与这样一种哲学传统 划清了界限 也就是倾向于将认识主体 和认课体相分离 这一点再次表明海德格尔 其实确实是继承了现象学 是吧 胡塞尔做的工作 也就是要反对传统的一种 本体和现象 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之间的 一种二元论的分离 是吧 并且把这些客体当作不同的实体 那么比如说迪卡尔 他就把自己等同于意识 然后呢 迪卡尔就担心 我们如何能够知道 这个意识 是与一个外部的世界相联系的 那么类似的 胡塞尔给世界上加括号 以便专注于纯粹意识的本性 当然证明对胡塞尔 是有一种偏狭的理解的 然而海德格尔 把这看作是通向怀疑论的第一步 因为一旦我们假设 能够有意义的设想意识 与世界的分离 再把它们统一起来就很困难 在近代哲学上 这就是重要的主课题二分的问题 海德格尔用一个基本的概念 将整个问题排除了出去 他称打任就此在 是所谓的在世界当中存在 这个短语的连字符显示 打任它是不能与世界相分离的 因为我们的生存 是嵌入在世界当中的一种生存 那么在阅读海德格尔的 英文译本的时候 你可能会有这样的印象 就是如果他们的打字机 没有连字符 他就没办法表述哲学 那么这种对于连字符的 这种超量的使用 就再然后加一个连字符 然后世界加个连字符 中加个连字符 存在加个连字符 是吧 那么为什么海德格尔喜欢用连字符呢 有两个理由 就是第一 德语当中有把许多单词连在一起 创造一个长单词的技巧 是吧 那么如果给它机械的 翻译成英语单词 就会失去德语这个词 所表达的一个统一概念的意味 是吧 第二 海德格尔他恰好也是试图发现 被我们的日常思维方式 所忽视的现象 所以他必须用这种连字符的 制造词的方式 来表达通用术语的 这种原创性的意义 是吧 这是他的解释了 为什么要打连字符 就在世界中存在 那么这种在世存在呢 是人类生存的基本结构 为了承起这个答应 我们将依次讨论 在世中存在和世界 然后再解释 海德格尔的基本的认识论范畴 什么是操劳 那么所谓的在什么当中 是 这个概念 用于人类的生存的时候 它并不同于 所谓的包含在什么之中 这个概念 我们在世界中的意思 不同于水在杯子中的意思 所以达认了并不是 一个与其他对象相并列的 师父般的东西 这个其实胡塞尔也提到了 是吧 就是 胡塞尔说我们既是 是吧 就是世界的这种接受者 我们对象的接受者 其实我们又是对象的 这个拥有者 是吧 我们既在世界当中处在被动 又在世界当中处在主动 所以胡塞尔的现象 就强调我们在认识客体的时候 不认识对象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能够认识我们自己 是吧 但同样海德格尔说 这种在世界当中存在 它并不是包含在世界当中的东西 相反 我们沉浸于世界 我们与它交融 我们被它吸收 所以在世界当中存在 不是一个空间概念 因为它的意思更接近 我们说在恋爱当中 再上大学 这样的这个意思 那么在这些事例当中 我在谈一种 我参与其中的这种境况 它与我的兴趣 愿望和计划 是相联系的 因此呢 世界最重要的特征 并不是是什么 就是说它不是对象的集合 而是如何是 也就是事物将自身 呈现给我们的方式 这显然又是 现象学化的一种表达 我们再来看 海德格尔他所理解的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呢 也需要这种现象学的一种解释 迪卡尔呢 从他可以怀疑任何特殊对象 这个存在这个事实 得出他可以怀疑 以世界自身的这个结论 你们看迪卡尔的这个推论 中间其实就出现了一个断裂 是吧 因此他回过头来 我们看到只有根据 整个世界背景 我们才能解决 关于一个特殊对象存在 或者不存在的问题 因此根据海德格尔 我们并不是隔离在 私人内部空间当中 去窥视异己的 外部实在的那种 迪卡尔式的心灵 相反 我们在那边 就是奥特维尔 我们处在那边 然后呢 与一个熟悉 而有意义的世界打交道 这个好 这个我们在那边 其实有点类似于 海德格尔 胡塞尔的这种意象性 因为胡塞尔的意象性 它一直就具有某种开放性 就是我们的意象 总是指向世界的 是必然的一种 开放的一个结构 对吧 那么人的在世存在 也必然是 要与世界打交道 如果不与世界打交道 它就不可能是 此在般的这种存在 所以当海德格尔说 我们属于世界的时候 它并不是指向 行星 树木 建筑 椅子 这样的对象的集合 而是说他使用这个词 就像我们讨论 莎士比亚的世界 十九世纪的世界 艺术家的世界 公司主管的世界一样 我们说人是如同格式 或者说他生活在一个 不同的世界 比如说我们今天 人与人之间 经常会发生 各种各样的冲突 我们就说 你是十九世纪的 我是二十世纪的 他是二十一世纪的 但我们都生活在 同一个世界当中 我们并没有同一个梦想 是吧 即使他们可以生活 在同一个街上 可以在同一个地方工作 当然我们感到这些 局一往的世界 与一个更大的公共世界 其实当然是有重叠的 当以这种方式去理解世界 那么这个世界 其实就是不可能被怀疑的 因为这个世界 就是我们的生存的 基本特点 虽然世界不是对象的集合 但是我们的确 与世界中的特殊事物相联系 关于我们经验当中的对象 现象学的分析会揭示什么呢 首先他会解释 我们并不遭遇具体的物 因为物是一个空间上 广延的一种固定的对象 我们可以用它 做几何属性的描述 当一个对象 呈现为意识当中 以超然的方式 被分析的明确对象 就当我们一说是物 它就纯粹的对象 客观的东西 是吧 那么它与我们就没关系 海德格尔说 这就是一种什么呢 现前的 或者在手的这种状态 而不是一种什么上手的状态 它把在手和上手 给它区别开 在手其实就是一种固定的 与我们没太大关系的 是吧 你人在不在 它都在那里 是吧 那么这种在手的状态 是我们与世界遭遇的时候 所导出的一个理智化的领悟模式 我们首先遭遇的 其实并不是在手之物 而是有意义的上手的物像 海德格尔把上手之物 用一个术语来称呼 它的意思是 所谓的装备 工具 用具 设备等等 所有的这些物 与我们相关的物 都是工具性的一种存在 当某物的这种在场模式 被我 是在我的行动实践当中 被使用的时候 它就成为了一种装备 那么为了说明对象 作为上手之物 呈现于我们的方式 海德格尔就分析到 使用一个锤子 来工作的这么一个经验 对此呢 这对比于把这个锤子 作为认知性检视的对象 我们可以看到 对吧 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其实 以一个工具 比如说像钢笔 乐器 眼镜 球牌 汽车 打交道 我们都无时无刻 不在于各种各样的用具 打交道 这些用具呢 就像我们使用锤子一样 它是我们日常的 在世存在 以物打交道的 千万个瞬间 当中的任何一个 我们随便拎出一个 都能生动的说明 或者表达 海德格尔的意思 比如说 当你发动你的汽车的时候 你其实没有必要明确的想到 这是我的车 这是方向盘 我现在要将转动钥匙 去发动引擎 相反 这辆车 就像是我的身体的自然的延伸 发动引擎 开出抽到的熟悉的套路 就像你伸手 拿附近的咖啡杯 一样的不假思索 所以汽车它就是海德格尔系上的一种装备 它不在你注意力的最前沿 相反 你可能专注的是你意图取得目的地 而汽车就很上手的就为你所用 那么以古典的经验主义相反 海德格尔认为 我们所遭遇的这些事物 首先不是作为感觉的集合 或者作为逻辑范畴的成员 而是作为在我们的生活空间当中 可以得到的用于我们的计划和需要的工具 通常对象自身对我们是透明的 因为他们完全是通过他们的功能 而被惊艳到的 换言是我们以作为某个为什么的东西 或者为了什么的缘故的对象相联系 就是所有的对象都是作为 什么什么的对象而存在 我们以锤子打交道的时候 我们说它是 我们是以作为锤子而存在的东西打交道 我们以书打交道的时候 我们是以作为书而存在的东西打交道 我们是在书的使用当中 跟它打交道的 是吧 所以只有当我们通常的这种前任之的 在世界当中存在 除非它出现了中断或者故障 比如说车突然发动失利了 锤子突然吹不动东西了 我们才会有意识的注意到 这是锤子 这是车 把它转换为 我们要开始去检查它 带着一种理智 带着一种科学的一种眼眶 那么这时候 这个上手物就变成了在手物 是吧 这是海德格尔对于 我们作为在世存在 以我们周遭对象的一种关系的一个说明 好 我们休息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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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